大家好,我是烟猫动画的风影员莫莫 今天给大家讲一头温柔的大黑熊的故事 最近发生了一起离奇的命案 被杀男子的肢体四分五裂 静元只能在树林里找到右手 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先一饭是一头大黑熊 此时他被靠在审讯室里 静虚非常的平静 不过两名静元倒是觉得他眼神有点凶 自顾自得认为黑熊肚子饿了 也许该给他来点浆果什么的 而黑熊突然看我说话 其实自己不吃浆果 不过如果加点蜂蜜润润嘴巴 也不是不能接受 看来他虽然外表长得凶 但本质上还是只姚貌风气的好熊 只是警员并不想开玩笑 用威胁的口吻 让这只大毛球赶紧老实交代 毕竟这次的案件还拥有非常大的嫌疑 可面对充满压迫力的质问 他还是平淡的说出自己的名叫卡努克 不是大毛球 而至于案件里死去的那个人 其实是卡努克如同父亲一般的四主 他慌闭上眼思绪沉浸的回忆当中 卡努克小的时候和母亲白熊一起生活在森林中 那天和往常一样 他们来到草坪上晒太阳 而顽皮的卡努克追着蝴蝶 从母亲身边离开 忽然一声枪响打破了这份瓶颈 列入来了 白熊为了保护孩子硬生生挡下这一枪 卡努克服在母亲身上难过的流泪 但不久后有个男人走进森林 来到卡努克身边 温柔的抚摸他的毛发 还轻轻让他抱在怀里 虽然离开母亲是件很伤心的事 但男人的拥抱十分温暖 让他莫名的感到安心 从那时起 一人一雄便一起在林间小屋生活 男人把卡努克当成人类 教他看书认字 看起来感情还不错 然而警员并不想听他扯皮 再一次这晚 暗家发生当晚去了哪里 卡努克说 自己在树林里面时 没有察觉到有任何的异样 只是那晚他闻到了奇怪的香味 这种没了两口的证词 让静云觉得很可疑 直接把男人的断臂 放到了卡努克面前 刺激他 如果不老实交代 就会被戳辞的 这让卡努克似乎想到了不好的事 情绪失控 没忍住弄好了一声 但他很快平静下来 向警员解释 这手臂是用上过蜡的力气造成的 无论熊再怎么受过人类的教育 本质上还是一种猛兽 而猛兽的本能就是直接咬断 光是这一点就能说明 他是无辜的 嗯 还有道理 但警员还是觉得 卡努克鬼话连篇 可省现时间到了 没有问出事实 他们也不能说什么 而这头大黑熊 还是爱开玩笑的说 他是不是可以离开了 还有能不能帮忙叫亮迪士 或者亲自送他回去什么的 不过并没有人搭理他 等到两名警员离开后 卡努克陷入了沉思 那天跟往常一样 他和男人一起坐在庭院看书 忽然卡努克被一只蝴蝶吸引 走进屋内来到了书房 无意中发现书架之间有一条缝隙 他对他一看 原来里面还有个房间 而墙壁上挂满了 动物的头部的标本 卡努克看到了白熊 自己的母亲 他没有想到 扶养自己这么久的人 就是杀害母亲的凶手 虽然男人带他永好 但再怎么温柔 也无法抵挡他内心的悲痛 救手是必须抱的 而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卡努克除了外表 早已是个人类 但如果他被发现是凶手 那又该以人还是以兽的角度 去看待这件事呢 好啦 我们下期见